亮哥 這個要請教您了 香港撤銷了實施14年的蠟稅 撤蠟之後第一個週末不得了了 這個預約看房量創11個月的新高 當初有這個蠟稅就是怕這個 香港的房價居高不下 結果發現有了這個蠟稅之後 香港的房價還是一樣居高不下 後來慢慢覺得這個稅好像沒有必要了 亮哥 這個就好像印花稅之類的 印花稅 住宅的印花稅 它叫樓市蠟 這個蠟稅是俗稱 事實上就是一種印花稅 這個一定是房市利多 可是你說會不會立哥出去買期 也看目前房價的平均水平 還有你認為是會跌還是會漲 我覺得還是要看地方 比如說台灣的房價如果跌 台北市我估計也不太會跌 對 所以還是看區 還是看區 而且比如說美國 因為美國利率高 利率高就有一些房地產會出問題 可是有一些熱門區房價還是跌不下來 所以這個還是要看區 你如果是尖沙嘴我看也跌不下來 所以我是覺得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現在是它要穩住房地產 我認為崩盤的可能性是沒有 可是你要恢復買氣 那個要很長的時間 因為大家真的嚇壞了 所以這是從政策面開始來刺激了 就是慢慢的 這個很難 因為你一招被蛇咬 是 比如說那個香港 那個大陸上海股市這一波 很多人都沒有進場 就是因為怕 是不是瞬間衝上去 對啊 結果 騙進場就下來了 不知不覺就漲了快要300點 對 結果大家都還後悔說什麼沒有進場 就是說股市就是這樣嘛 股市就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就好像NVIDIA那個英偉達 英偉達現在竟然820幾 對啊 就是有 我就看到有一些人說他167進場 那300多就賣了 他怎麼會想到會漲到800塊 我跟你說 永遠追不到高的啦 買不到最低啦 追不到最高 還有就是這個高點你敢不敢進場 真的 就很像現在台積電 對 一樣的道理 700你敢不敢賣 你敢不敢進場 700你敢不敢賣 好 講完了這經濟體 再來這一題 我們來看一下 立將軍 中國大陸最近沙特 我們說看到沙特 我們會放眼看中東 最近好像說中東這些國家 對於中國的武器是蠻感興趣的 當然在中國的無人機來說 也是一大軍工的強項 沙特跟中國簽好了 要買一批軍用無人機 近期交付 中國最新的高空長航石的翼龍石 這次採購是10B型的查打一體 我特別要說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沙特他土豪 他就每天在那邊靠著石油賺錢 他有敵國 他敵人是誰呢 就是伊朗嘛 他們迅尼派跟什葉派 然後他們一直在打代理人戰爭 他們的誰在地上打仗呢 就是越門就南越門北越門 但是沙特這個國家很有意思 他本身是土豪 他有錢他很怕死 所以他叫別人去幫他打仗 他出錢 那我們中華民國空軍 就曾經去幫他們打過仗 叫大漠遠政隊 那個時候空軍 他就我們去幫沙特打 那沙特到現在為止 胡塞組織一直會去攻擊他的油田 用無人機去攻擊他的油田 所以他損失很嚴重 所以他跟美國吵鬧 就說你要賣我飛彈來賣我什麼 但是美國那時候好像 因為這個拜登罵他 那個沙特的那個 罵他是賤人嘛 所以雙方相處的關係不好 美國就不把這飛機 飛彈賣給他了 所以沙特逼著就是 現在找到一個 很好的武器的出口國 叫做中國 就開始買這種飛機 無人機 這種無人機 可能你說要說 去對付那種大國 對付俄羅斯 但是打這個胡塞組織 保護他的油田 是剛剛好而已 對不對 第一個他可以巡邏 第二個他可以保護 他如果說發現 這種來襲的這些 這些胡塞組織的 這種小型的無人機 或幹什麼 他用他這種 查打一體的無人機 他可以掛彈耶 對他可以掛彈 他就可以把他這些 無人機打掉 因為他就不需要 自己訓練空軍飛行員 去冒險生命危險去打 那他就目的是 在保護他自己的油田 沙特的油田 因為他以前這些油田 會經常被胡塞組織攻擊 所以他才會說 有代理人戰爭 他支持北夜門 然後去打南夜門 南夜門 南夜門就是現在 胡塞組織 南夜門又是伊朗的這種 他後面的老大 又是伊朗 伊朗之間跟他之間 就是迅尼派 跟什葉派 互相在爭奪老大 所以你不要以為 沙特在那邊 生存在那邊 好像每天就開著土豪車 對不對 開著豪車 沒有敵人這樣 豪狗幹什麼 其實他還是有這種 在軍事上面還是有他的威脅在 所以他必須要採購這些武器 但他原來之前買的只是偵察型的 偵察型就是說 我只要尋視我的油田安全就好 那現在來講 查查一體 他一旦發現胡塞組織 對他有供應性的武器來講 他就可以對這些 近襲的 進來的這些無人機 來做一個擊落 來保護他自己油田的安全 所以未來有沒有可能 這會是在中東外銷的一個主力款 因為他除了可以巡邏之外 他可以同時間 他620公里巡航速度 然後可以巡航20小時 然後1.5萬米 然後他還可以掛英籍飛彈 殖日可待了中國的軍工 說到了華為 董哥接下來這個案子 華為直接損失27億歐元 台幣大概是900多億元 2月29號羅馬尼亞拒絕了華為 參與5G網路建設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說有國安問題 中國只能說遺憾 對 因為他其實 美國跟他的盟邦 對中國大陸很多的這種抵制 其實長期是一直存在的 那從中興到華為這些東西 可是因為你可以看到 現在其實全世界最賺錢的國家 大家如果注意到 現在全世界有一個 跟科技相關的新聞 就是蘋果放棄了做自動車 對 那他已經研發了十幾年了 過去一樣研發 我通通不要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希望能夠看到的是AI 大家都在看 為什麼飛達可以 可以的話 可以變得那麼有錢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未來趨勢 太陽星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科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科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科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策略 入口 太陽 我做了 其實是一個人 油膩 有意味 可以